教育部将在另外三所小学设立幼儿园 到了2027年 全岛共有60所教育部幼儿园 可以录取约8300名新生 教育部发表文告说 将在2026年和2027年开设三所幼儿园 当中在2026年投入运作的幼儿园将位于巨婴小学 2027年开放的幼儿园则是位于历维小学和光阳小学 三所小学将各提供1120到200个K1的新生学额 更多的详情将分别在2025和2026年初公布 全岛目前共有43所教育部幼儿园已经投入服务 另外的17所将在2023到2027年之间开始运作